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5470人 至於有關機格列管8805人 可解隔今天是5254人 至於居家照護的執行是50773人 康護解隔今天是12669人 新北市的疫情確實是在反降當中 尤其我們這兩天從54725470 看起來比前天的10728人 因為系統的轉換以外 那其實真的是有在下降 不過我們要看這兩天 也許還是有價值的效應問題 所以在下降的幅度跟趨勢上是有在降 但是幅度跟趨勢我們有值得再觀察 不過整體看起來我們的高峰期 確實是已經穩定的過去 那已經在往下再走 那後續我們還是要密切的守好疫情 因為新北市的單位的確診個案 仍然有5000多人確診 我們還是要努力戰戰兢兢的把工作做好 我們是兩天的活動 我們還是要努力戰兢兢的 ення移民